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之機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美國國會高級代表團訪問基輔 繼續支持烏克蘭 加州野火逼近優勝美帝國家公園 緊急疏散6,000餘人 反迫害23個國家公園 烏克蘭部分法輪功學員接頭傳真相 專家分析 下一個更大的危機 將是中國房地產泡沫 烏克蘭和俄羅斯剛剛就糧食出口問題簽署協議 俄軍就再次轟炸了奧德薩 週六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組成的高級代表團 在基輔會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 週六 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眾議員亞當史密斯 與其他四名國會議員一起 參觀了基輔郊區的布查和霍斯托梅爾兩座城鎮 布查市長菲德魯克向美國代表團 贈送了一個運輸機模型 名叫《夢想》 這架運輸機是世界最大的 今年3月在俄軍轟炸基輔機場時被毀 俄軍在布查戰役中 涉嫌屠殺平民 烏克蘭稱 俄軍離開後發現了一個 滿有300人的亂分崗 我們支持烏克蘭反擊俄羅斯 我們支持烏克蘭反擊俄羅斯 週六 史密斯還發表聲明 譴責俄羅斯漠視生命和法律 在和烏克蘭達成協議 允許烏克蘭糧食通過黑海出口後不到一天 就轟炸烏克蘭港口城市奧德薩 聲明沒有提到武器轉讓的具體內容 與此同時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 烏軍正在逐漸進入東部赫爾松地區 美國國防部長浩斯丁周三曾表示 華盛頓將再向烏克蘭運送四套高機動火箭炮系統 目前總共已有16套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陳月綜合報導 美國加州優勝美帝國家公園附近 週五下午爆發野火並快速蔓延 截至週六晚間 燃燒面積擴大到了上萬英畝 6000多居民被迫疏散 起火原因仍在調查之中 這場下述大火7月22號從馬里波下縣的 米德派恩斯鎮開始燃燒 大火已逼近了優勝美帝公園 最南端的一片紅山樹林 到週六 燃燒面積已達到48平方公里 當局出動400多名消防人員 以及直升機和其他類型的飛機投入滅火 截至週六晚間 火勢仍然沒有得到控制 舉報 至少10座建築物被燒毀 並有2,000多棟建築受到威脅 當局緊急疏散了6,000多名居民 2,000多戶家庭和企業斷電 加州消防局表示 現場鋪火非常艱難 由於乾旱、高溫加上植被繁茂 預計還會有更危險的火災 中央山谷部分地區已連續噬3天 氣溫高達華氏100度 而相對濕度只有8-9%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徐哲 林明迪總和報導 美國紐約州長共和黨候選人李修頓 7月21日晚間在紐約上週參加選舉活動時 險些被刺傷 嫌犯在連夜過堂後 在無人擔保下獲釋 李修頓和美國國會參議員克魯茲 週五呼籲打擊犯罪改革紐約的保釋法 有 toim性的財務 Kathy 無方法是華麗主要進行 市民都各國會有更多 既 Beth Wait a minute 我們跟上48有限 海外的小朋友 雖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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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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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纽约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李修顿 周四晚发表演讲时 一名男子爬上演讲台袭击李修顿 被众人制服抢下凶器 情况确认 嫌犯是43岁的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 大卫贾库伯尼斯来自纽约上州 据说袭击李修顿时喝醉酒 后被控二级攻击未遂罪 连夜在佩林顿法院传讯后 无他人担保获释 周五李修顿在一个竞选战演讲时表示 袭击他的男子获释 正说明纽约保释法需要改革 周五资深参议员克鲁斯表示 左派应当对李修顿遇袭事件负责 This is the result of years of demonizing cops This is the result of Kamala Harris bailing out of jail violent rioters burning American cities to the ground 拜登总统当天发表声明 谴责这一袭击行为违背了基本民主价值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荣誉综合报道 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周六 在首都基辅市中心向世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展示祥和的功法 他们和平反迫害的活动已经持续了23年 在基辅市中心的赫雷夏蒂克大街的道边 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手持鲜花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还向世人发放传单 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展示祥和的功法 法轮功学员卡罗来纳·纳格尤科说 中共的迫害让他想起前苏联时期乌克兰人民的经历 我在说那些发生在乌克兰的酷刑 因为所有共产政权的统治是一样的 他们使用灌输宣传 使用斗争手段 我们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家同样经历过 恶荒 压制 而现在又是战争 安娜·斯塔莎·朱金娜表示 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制止这场迫害 对世界各地民众都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做出选择 是伙同暴力 还是站在自由人民一边 人民有自由来选择生活的准则和生活道路 这对我们乌克兰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目前也在对抗暴力问题上做出这种选择 尽管俄乌战争还在持续 但在基辅 法轮功学员们和平反迫害的活动没有停止 23年来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汉娜 乌克兰基辅采访报道 余明慧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她的父亲曾患有多种难治的骨科疾病 在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康复 然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余明慧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 因不放弃信仰 余明慧的父母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入狱 分别被非法监禁15年和11年 他们在监狱里不仅遭受了各种酷刑和毒打 更是被剥夺了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利用你这种心理上和肉体上的极限虐待你 哪怕就是连这种吃饭睡觉喝水 就是人必不可少的 就是你没有活不下去的事 他都要拿这种东西来虐待你 2016年 父母二人终于得以团聚 但是好景不长 妈妈王梅红2020年底 再次被非法抓捕和监禁 2021年5月被非法判刑4年 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让余明慧尤为担心的是 该监狱一直持续地 不择手段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2021年5月进监狱以后 一直到现在是2022年的7月 就一年多的时间14个月了吧 就是没有人见得到他 就是无论是律师啊 还是这个家属见得到他 对这个就让我们特别的害怕 余明慧从小便奔波在监狱之间 探望父母 多年来跟律师打交道 更是让他明白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完全是违法的 余明慧的父亲曾是省市级劳动模范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母亲 也发表过获奖论文 身边的人都评价他们是好人 如此优秀善良的人才 却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牢狱之灾 我是希望能这场迫害能尽快停止 因为现在已经23年了 就是对我们来说 对法轮功家属来说 还是对法轮功学员来说 每一天都是太长了 每一天都是不应该的 没有人应该为了这个坚持真善忍 为这个自己的信仰 站出来说句真话 就被虐杀就被虐待就被打就被监禁就失去了一切 这个这是不符合天理的 自母亲再次被捕后 余明慧一直多方奔走 呼吁外界关注母亲的遭遇 期盼一家三口能早日相聚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梁东 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近期有专家提出警告 下一个更大的爆雷 可能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由于中国的房企负债累累 中共当局又不让其破产 分析认为 未来消除泡沫的日子恐怕非常漫长 连日来 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浮出水面 各地出现大量的烂尾楼 河南郑州平原新区的恒大玉湖天下 只盖了一个大门 却拿到了预售证 房子卖出了30% 还有广州南沙恒大阳光半岛 有央企接手 业主们还在等着交房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22日晚在脸书上直言 算总账的时刻到来 今年以来 俄乌战争 能源粮食价格飙涨 通膨压力照顶 逼得各国央行加大升息力道 造成股债双双大跌 金融市场向极端变化的天气 稍不小心 企业就会破产倒闭 国家也可能出现烂尾国 他提醒 留意地雷国家纷纷引爆 而下一个更大的危机 可能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谢金河上周谈到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时说 中国前60大房企 最少有15家交不出财报 股票停牌至今 恒大集团 世贸 融创中国 家兆业 中国奥元等 这些公司负债累累 原大陆投资银行人士郑毅表示 如果开发商宣告破产 除了对购房者不利 当局也担心会冲击金融体系和市场信心 谢金河则认为 这些资不抵债的房企 比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更可怕 但在中国这个地雷不能爆的情况下 未来调整泡沫的日子恐怕会十分漫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晨鑫 一如江地亚采访报道 专访斯帕丁 中共封城的背后 中国问题专家 退役空军准将斯伯丁 接受英文大纪元专访时表示 中共对一切都在撒谎 并擅长混淆视听 成为其超限战的一部分 它是世界上最秘密的组织 他们为这个秘密而奋斗 中国问题专家 退役空军准将斯伯丁的新书 《没有规则的战争》 研究中共超限战 这种战争的目标是 一枪不发而称霸天下 他想的是战争每天都在进行 永远不会结束 不像西方的战争又开始又结束 它持续进行 在超限战战略中 任何工具都可以用来作战 斯伯丁说 疫情初期 预测美国将有200万人死亡 后来武汉传出一个个人 在街上倒下的视频 这也是中共超限战的一部分 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惧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 制造巨大的恐惧 控制全部人口的第一步 就是制造某种恐惧 你会放弃自由 因为你要寻求安全 在超限战中 他们谈论如何制造恐惧 如何利用恐惧 斯伯丁说 中共在疫情爆发之际 取消了国内航班 以阻止病毒在国内传播 但允许国际航班继续飞行 这种行为违反常理 人们必须认真思考 中共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 我们会说 把它控制在这里 不要让它在国际上爆发 那么你就不会像中共那样思考 他想 我们为什么要独自承受这场疫情 这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道理 斯伯丁说 中共不仅让全球都跟它一样爆发疫情 还要利用疫情来牟利 每个人都要遭受疫情 因为如果大家都遭遇疫情 那我们就能利用这一事实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供应链 他们将需要什么 个人防护装备 口罩 以及其他一切 那我们怎么利用它呢 中共就是这么想的 斯伯丁表示 就算出现危机 中共也绝不会站出来说什么 而是远远地悄悄观察 然后利用事件发展 采取有力的位置出击 但中共所做的 从来都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斯伯丁还剖析了中共 如何利用人性的贪婪 让人们坠入反人类的深渊 曾经有人找到我或我的同事 说只要我拿到钱 我什么也不在乎 这就是中国的制度 如果他们能够让你得到 你想要的金钱 从而放弃价值观和道德 他们就抓住了你 他们就能随意摆布你 斯伯丁提醒那些 与中共有关系的人 对着镜子问问自己 是不是被其利用而不自知 成了中共败坏人类的帮凶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喉斗病例激增 传播75个国家 世卫宣布最高警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周六宣布将喉斗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是世卫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警报 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 再次讨论是否将喉斗 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据路透社报道 世卫专家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意见分歧 尽管没有得到多数成员的支持 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担心病例上升 疫苗和治疗药物供应短缺 最终决定发布最高警戒 喉斗常年在西非和中非传播 5月初以来 喉斗病例在这两个地区以外激增 美国有2891例 分布在46个州 世卫表示 非洲有5人死亡 喉斗病毒和天花 属于同一病毒基因 面部 手掌 脚底等处 会出现皮疹 患者往往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 如发烧 头痛 肌肉酸痛等症状 主要通过感染者的唾液和农液传播 世卫专家表示 预防喉斗的最好方法是避免接触 据报 最近在非洲以外地区爆发的病例 主要在男同性恋中传播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 荣誉综合报道 帝王蝶是世界上最大的蝴蝶品种之一 近年来帝王蝶濒临灭绝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科学家们 正式将帝王蝶列为宾威物种 帝王蝶如此霸气的名字 不仅来自他们绚丽的色彩和花纹 也因为他们的体积硕大 宽阔的翅膀长达8.9到10.2厘米 每年秋天 帝王蝶离开加拿大和美国的夏季繁殖地 飞行4000公里 前往墨西哥中部过冬 随后再返回美国德克萨斯州 帝王蝶是科学家已知的 北美昆虫物种中切禁时间最长的 虽然蝴蝶只能存活几个月 但他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会继续飞行首帝王蝶是科学家已知的 北美昆虫物种中切禁时间最长的 虽然蝴蝶只能存活几个月 但他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会继续飞行首帝王蝶是科学家已知的 数千英里到达加拿大南部如此循环往复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 帝王蝶的数量在过去十年 减少了22%到72% 越来越多的灾难性野火、干旱 使帝王蝶来不及准备好食物 就被迫提前迁徙 尤其是帝王蝶幼虫赖已生存的 唯一植物马力金 直接影响到帝王蝶的数量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陈岳综合报导 韩国丹阳好风光 大蒜也美味 韩国中清北道丹阳郡不仅山美水美 连出产的大蒜都非常有名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丹阳的大蒜 韩国丹阳是一个四季都可以欣赏美景的旅游圣地 奇妙的岩壁在江水的映尘下形成绝美的自然景观 而这里出产的丹阳大蒜更是远近闻名 中清北道丹阳郡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庆典 第16届丹阳大蒜庆典 从22日到24日在丹阳生态体育公园举行 受中共病毒影响 今年的丹阳大蒜庆典是时隔三年举行的庆典 生长在石灰岩黏土农田中的丹阳大蒜 辛辣味不重且鱼味较甜 外皮完整蒜瓣均匀 50多家当地农户生产的45吨大蒜 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 春博的蒜农们将自家的大蒜整齐地编制在一起 编于买家搬运和保管 往来的人群时不时地向农户们询问价钱 庆典上由德国香肠匠人亲自研发 并现场销售的丹阳大蒜手工香肠 卸了往来的游客驻足品尝 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图质 培育出营养价值极高的丹阳大蒜 用丹阳大蒜制作而成的美食更是别具一格 大蒜炸鸡 大蒜牛肉饼 大蒜石锅 每一道料理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新唐记者今年零湖韩国丹阳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之机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